遵照大人哥的指示 IC设计族群走强 汇聚了市场的人气 今天早点名点到的金居 车用的德韦 胡莲 还有伺服器也全都续墙 那么下一档的钻石豪股在哪里呢 请教大人哥 好 那就请看今天朋友解盘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 11月2号星期三的 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骨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 大家好 大人哥 今天的指数是 缓步震荡走高 持续的站在万三之上 不过这个量依旧相当的低迷 会不会在明天凌晨 这个美国联卷会 宣布了升息码数 还有对未来的一个 这个经济前景的态度之后 市场的信心或者是这个资金 有机会回流 那么后续的行情 投资朋友又要如何掌握呢 好 德鱼好 大家好 那也确实是如果 我不晓得你现在 看到我们节目的时间点 是什么时候 那假设如果你是半夜凌晨 两点之后才看到节目的话 其实你应该也看到 最新最新的FED的利率决议 的码数的公告了 那当然目前市场上面 在预估的数字的话 是共识是升息三码 然后呢 会后的那个记者会的话 也是一样释出一样鹰派的讯息 那这个是现在目前市场上面 一个共识的地方 那但是呢 你会发现说 我们今天早上在早点名的时候 我就说啊 哇 那个小摩 还真蛮厉害的 他竟然把六大情境 通通给列出来 是两码鹰派 两码鸽派 三码鹰派 三码鸽派 四码鸽派 四码鸽派 通通点完了 那但是到底行情会怎么样走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行情的话 你可以好好留意在明天过后 在所谓的升息确定之后的一个 看大做小的行情 或者说所谓的 等一下继续跟他讲 所谓的作战行情跟作末行情的部分 那我们先回来到大盘的部分 跟现在目前全股操作的部分 跟大家做相关的说明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的大盘的部分 在今天会发现说 怎么好像这两天 美股是开高走低走跌的 那可是我们目前的台股的话 竟然在昨天的时候 重新回来到了万三 然后呢今天的话就回来到 就挑战了万三 13100这个整数的价位的地方 那当然因为前一阵子 我这样讲好了 因为其实我们台股很委屈 超级委屈的 明明人家在涨 就是美股在涨的过程中 台股在跌 因为在跌外资在提款 然后呢 好不容易就是美股重新回来到 到季线跟就是 到穷到季线 然后呢 那时候到月线的时候 台股又在跌 因为是在跌 那个陆港股的部分 所以前一阵的台股 真的是就是在那个万 12682到万三 去做一个打底的这样一个过程 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目前看起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多方的防守线 那时候有暂时 因为上次礼拜的时候 有暂时跌破了 12682那边 但是很快去站回来 可是呢我就说就算再回来 它就是一个 这边去做一个整理的过程啊 因为目前看起来就没有 那个立即往上攻的条件 那也就如我们最近常跟大家说到了 其实这两天的行情的话 你也不要期待说 能够往上去做一个挑战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很简单啊 你现在这个时间点拉 你拉起来是吃力的 或者说等到相关的利空顿化 利空确认 利空出境之后 再拉 它就是一个轻而易举的 所以这几天的行情的话 就会走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看美股的部分的话 我快速看 快速浏览一下就好了 因为那个行情我觉得还是一样 就是在现阶段整理过程之中 可是个股觉得相对来的重要一些 道琼站上了季线了 然后呢这是S&P500 然后挑战季线附近位置了 然后这是NASDAQ指数的话 跟费神半导体的指数的话 其实也都是在月线之上 那这是现在目前的一个美股的位置 所以台股的部分的话 也有相似的一个现象发生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的台股的加旋指数 也回来到了月线之上了 然后我顺便补一下OTC 来 贵买指数的话 其实更强喔 今天的贵买指数的话 是上涨了1.26% 比大盘来得更强一些 因为今天大盘是上涨0.48% 不过两个至少也都 也亦步亦趋 然后一起回来到月线之上 总算跟上了美股的这个方向了 那当然主要的原因 如果你还留意一下说 那个现阶段的现阶币汇率 就再也就是比较不是那样的一个 大幅趋扁的过程 甚至或是说现在目前的台积电 我觉得这几天台积电还蛮争气的 那这几天台积电争气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 应该还是对所谓的黑手 或是说像国安基金 有在那边做一个互盘的这样一个动作 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毕竟他不要把它拉在一个 比较有机会的位置 然后随着所谓的明天过后的行情 然后展开的一波所谓的行情回稳 然后回来到所谓的内支主导的作梦 跟作战行情这个启动的部分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觉得行情的部分就是那个 也就是最近跟大家讲过很多很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行情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觉得大概推演到这边 那当然你可以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可以看到现阶段 我们跟大家说过的 就是在台积电好了 来 结果切一下 台积电的话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话 那个有点像是底部去做一个打底的过程 甚至像是说联发科的部分的话 也有点像是这边所谓的利空出境的 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其实你如果看联发科 他前几天开的把说会的话 第四季的营收一样要掉两成 然后有机会就会在明年的时候 去做一个库存调整完毕的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如果这个产业是有机会看到落底的迹象了 那他的股价的话就有机会在这边去做一个提前的反应 所以指数现阶段稳住乱三是对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今天晚上的一个升息过后 然后明天开始的话再看所谓的中小型的个股来去做表现 好 所以真的整个的盘式发展 就如同大人哥所讲的一样 真的是看大做小 中小型个股真的是忍不住先冲再说 那么危机危机真的就是危险加机会 在这边要诚挚邀请所有的好朋友 跟着大人哥一起来避开危险掌握机会 特别是接下来有所谓的做帐跟做梦的行情 邀请您可以立即利用我们的0800668085的张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Lite8直接私讯大人哥咯 不多说先来做个持股的健康检查 了解一下您手上的持股的状况 是不是未来有趋势成长这样的一个好股票 那么太弱换强同时搭配上这个期货 多空的双向操作 务必要掌握接下来的这个做帐跟做梦的行情 好 那么今天盘面上头 我们可以看到贵买指数的这个涨幅 比大盘要来得强 那么当然了 大人哥一再提醒大家 看大做小 看大做小 这个中小型个股今天是领军往上冲了 那我们看到大人哥带大家关心的 比如说像这个伺服器或者是车用 其实今天表现都续强 IC设计族群性上涨的动能也蛮大的 那接下来这个选股的方向 应该要怎么掌握呢 请教大人哥了 好 因为其实最近的行情的话 我就常常跟大家说过 那个法人的观点是什么 因为法人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布局明年的成长股 或者是说 我直接破题这样讲好了 那个接下来就会走一个所谓的做梦行情 跟所谓的做帐的行情 那这两个行情的话 其实你会陆续应该会听到别人跟着一起去做行情 因为我们知道法人在做什么 然后呢 当他们在做的时候的话 后知后觉也看到了 然后就跟着一起喊 那所谓的做帐行情的话 因为你如果像看目前的时间点 已经到11月了嘛 那11月跟12月 其实就是每年年底的一个 必做的时间点啊 那我也常跟大家说过了 你所谓的内支的做帐行情的话 你真的不要等所谓的第三个月份 就是你不能等到第一季的尾声是3月份 然后3692才来喊做帐行情 因为已经股价都已经拉得高高高高去了 所以你应该要提前一个月 甚至说你要提前一段时间去做一个逢低 去做任养跟布局的动作 然后等到市场上面发现说 哦 真的在做帐行情耶 然后就赶快去跟着拉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已经在领先去做布局 然后等着市场上面 帮我们买完就往上拉上去了 所以这是其一 那你会听到接下来 很多人都跟你讲说 做帐行情做帐行情这种事情 这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就是所谓的做梦的行情 那何谓做梦的行情 你也会听到接下来 有一堆人告诉你 做梦做梦的行情 那原因的话 是因为每年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境 就是在第三季的季报 现在正在公布哦 你会发现说有一些好坏股票 都在公布他们的季报 然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说 有一些公司 有一些个股 他们公告出来的季报 就算在招 再差 我刚刚有一档个股 你应该是早上找点名的时候 就有给大家看到了 就是来6202的盛群 这个这个这个 切一下切 你看哦 今天早上的盛群 像啪的一下 跌了半根停板 就往上拉上来 然后拉到一个就是 中场还上涨的1.5%翻红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不是 他不是那个说什么库存要调整 要调整10个月吗 然后昨天的那个法说会的时候 一样开的就是那个一个 就 一样看保守接下来的一个展望啊 结果他今天一样拉给你看 那原因就是因为 哦 市场上面知道说 哦 原来最坏就是这样子了 因为大概在11月的时候 大家在陆续公布 那个第三季的季报嘛 那公布完毕之后的话 没有人会管那个第四季的季报 因为大家在开始说明年会怎么样 明年怎么看 明年有什么样的梦 明年有什么样的题材 然后就开始做明年的行情 所以像盛群 就是那个他一样会走 那个接下来的一部分的话 一样会走那个车用的部分啊 那一样会是明年的成长动能啊 然后就会变成说 如果现阶段 我们不要先去预估说 他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所谓利空出镜 跟利空吨化的效果 可是当这件事情来临的时候 你就要好好去做一个把握这样的动作 这是盛群的部分嘛 那或者是说像前几天喔 那个就是开文法说会 就直接崩盘跌停版的这个普瑞KY 今天涨停 今天也涨停啊 是啊 我就说这个礼拜我们去看IC设计 应该说我们连续看了两个礼拜的IC设计 对啊 因为上个礼拜就是 我就说嘛 那个联发科开文法说会的时候 他就会利空出镜啊 那这个礼拜的话 也有一堆的股票也是一样 就是指标股 然后这种所谓的那个 就是市场上面大家都在关注的股票 他跌停完毕之后就要涨停板 或者说他跌停完毕之后就要走利空出镜 利空盾化 因为普瑞KY他也说啊 我们要实施库伤股啊 那你看这一根停板有没有 然后呢就没有再跌停了 然后今天的话 就已经吃掉了那个跌停板的 大概一半的那个空间了 这是现在目前最坏最坏的公司 最坏最坏的产业 最坏最坏的个股 都有走这个方向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 你可以去做关注的这个重点地方 那回来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做梦行情的这一块的话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做梦行情的意思是说 叮当第三季的季报 在11月14号的时候 全数公告完毕 没有人在跟你管第四季的季报 全部人都在跟你喊 明年的行情又是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 像最近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族群 或者说是 我直接讲白一点点就是说 你如果真的看这种所谓的创委啊 那或者是说你看这种 五三五一的预创啊 然后呢或者说你看那种什么 三二三二七二的东朔 今天持续涨停嘛 对 Type-C 对 Type-C 那可是呢 你要认清楚一点喔 这三档股票 它们顶多就是有 那个所谓的Apple的认证 然后呢它 因为明年的Apple 那个iPhone 15 怎么样都要 随着欧盟的法规 随着 那个中国那边的法规 它一定要转成USB-C Type-C 其实是嘛 那现阶段的话这些股票 它们就会变成是市场上面想说 喔 那如果真的要转换的话 那哪些股票可以受惠 然后呢就开始做梦做梦做起来了 你如果回来到基本面 或者就所谓的明年的出货状况的话 如果很老实说 我看不到这些公司的基本面的状况 或者说 它们的订单的成长动能在哪里 讲白是这样子 可是呢 一样长低 一样长给你看 或者一样打底给你看 一样 不跌给你看 那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没有人在看 那个今年的那个营收获利的 大家在赌明年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的部分 做梦行情 是的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做梦行情的一个 启动的过程之中 那接下来到11月 我刚刚前面说的 11月14号的左右的时候 这一个讯息 这样的行情会更加的明确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 接下来就是 因为今天晚上 我就不用去赌所谓的多空了 反正就是三马跟银派的言论 那但是呢 在这些相关的反应过后 明天就算再跌 再跌个一天两天 它又要回到那个 就是所谓的 回归到台股的 做梦行情的地方 跟作战行情的地方 所以 现阶段的话 你可以留一些资金在手上 但因为今天讲已经太晚了啦 我们现在目前的做法就是说 留一些资金在手上 然后做一些 做一些逢低一万 要减算时的不决动作 然后呢 如果有对的股票 对的时间点的话 再去做加码这样的动作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 正在操作的一个 就是族群跟方向的地方 所以做梦的状况是这样子 那再回来到 今天盘面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也就是我们常常跟大家 去做关注的地方 就是在所谓的伺服器的题材 伺服器的 不能说题材 应该说伺服器的 基本面的部分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 美股也一样在中央级财报周 所以你看AMD 他也发布了他的财报 然后盘后的数据的话 也是上涨的 那就像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美股今天清晨是下跌 可是盘后再上涨 或者说现阶段的话 其实还是蛮多的股票 都正在走一个叫做是 那个财报周 然后法硕会周 然后那些股票的一些相关的 那个讯息更加的明确 更加的明朗 所以今天的一些 那个伺服器的族群的话 也都在这边去做一个 打底的动作 因为他们是对的啊 你看信华今天上涨3.17% 那信华其实他也 好像刚刚有去参加一个 那个会议 然后他有说 他说我们今年成长动能 维持不变啊 那就算第三季的那个小调 那本来就是我们之前 法术会就讲过的啊 可是呢第四季就是新品 要来去做 就是第四季的话 新品一样是可以有 有带动第四季的营收啊 所以我们不会有 那个调营收的问题啊 甚至他还说 他说 因为之前是台积电 我们抢不到产能 所以我们才调营收 可是现在如果 如果那个 因为台积电可以给我们产能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客户 这样子的订单出货 可以顺利 顺利如需出货啊 所以这种股票 就在这边就是一个打底 这样一个过程了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它会带动了其他的相关的股票 AMD带动我们的伺服器 那我们的伺服器的话 你看信华跟维影这种股票的话 其实都是回归到一个 比较属于正常的 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准 这种你看维影这种 这种也是 有没有像是V转 有 这几乎就是一个V转的行情 你看这个 这个是黑K 我算不出来这几根黑K 但是 一路杀下来 对 然后但是一路杀下来之后的话 他也一样用他的财报来去做 盘上去 是啊 他也用他的财报出来 来去说明说 我们就是成长的股票 我们就是对的股票 我刚刚看维影的财报 也刚公布啊 他第三季的财报的话 也是一样有那个 就是一样维持像今年跟明年的 才能扩增50%的目标没有改变啊 这就是他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 因为他今天刚开法说会 所以他顺便把他的法说会的 那个财报一起做公告 所以这就是告诉大家说 坏的就是坏到到此为止 然后可是呢 如果有不坏的 或者说利空 对话利空出境的 那这些相关的公司 跟这些个股的话 都会在现阶段 变成是法人逢低 弯腰减钻石的这个时间点 所以这要跟大家继续说明一个地方 那当然那个 我今天早上找点名的时候 或者说像最近这几天 也有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要把这个投信切出来 我就说为什么 投信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 那个这样进场的动作 敢像这样去买股票 你看这是谁 这是京居 那京居的状况的话 我早上也说啦 因为京居他就是讲到 法人想听的东西 法人爱听的东西 法人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啊 他讲什么 他说我们那个库存差不多去化完毕了 我们有一些新的新品要来去做推出了 我们那个明年的展望比今年来得好 那结果你就看到说 法人爱买单了 那个投信连续买三天 然后股价喷上去 那他也说 因为他是伺服器的 铜箔的这块 然后呢明年会挹注他的成长动能 那我再缩小一点点给你看 你就会觉得说 哇这么恐怖的股票 台股比比皆是 到处都是 这是从92.6 砍半耶 一路崩到34.75的金居 可是呢 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就是很多的股票都回来到抄跌 砍半再砍半的 一大堆 然后呢他也在这个时间点 有一个回升的这样一个动能 那这种股票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站在对的位置上面 或者说他们就是站在那个 那个筹码面该砍的都砍掉了 该出清的都出清了 也把股价砍到一个低点的地方了 所以这种股票的话 当投信一个买操动作 然后呢全市场都在看 因为市场资金是不够的 成交量只有1500 1600亿的这种成交量呢 多一点是1800亿 今天的话这两天的话是1500亿 这种量呢根本就是一个 市场上面看谁在涨 就跟着那个短线客去跑进去 一起去拱这种行情啊 所以伺服器的部分的话 我会用这种观念跟大家做 那个相关的补充跟分享 那还有另外一个族群 就是车用 我觉得这几天的车用 或者像是接下来的车用的话 我觉得依然看好啊 因为电动车是 它是长期的趋势 所以如果就 那个早上我们老板明明 跟大家说到的 或者像是我们之前 常常跟大家说到是说 我看好鸿海啊 然后呢 鸿海转型的受惠股票 我更看好啊 因为看大家买起好 这个观念的话 就是我们常常跟大家提醒到的 你看像富鼎也是公告 它第三季的EPA 第三季的财报 也是前三季的赚赚去年 前年啊 然后呢 他的副爸爸 两支副爸爸 超强的副爸爸 国具跟鸿海 那就帮他的 帮他的产品找到出海口啊 那以前的副鼎是做 那个就是消费端的副鼎 消费端的MOSFI 可是接下来副鼎的话 他是做伺服器的副鼎 做电动车的副鼎 然后呢 做高规产品的副鼎 那这种 这种就是营收 只要往上成长一点出来 然后再加上他的毛利率 再出来更多一些些的话 其实那个很多很多的一些 车用的股票 都会变成是明年很重要的 成长的动能的地方 所以车用的这一块的话 你也可以去做一个留意的地方 那另外我也常常说 那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 像ASKY 有没有 ASKY也是在现阶段 这种打底的过程中 也好像有点像是打底末端 然后呢 好像有点像是 再去做一个准备转强 向上的这样的过程 然后它也是一样 也是像那种 2000块跌到600块 这种委屈的地方的股票 那很多很多的这种股票 其实你现阶段 你要好好把握 那个逢低弯腰减钻石的机会 但是什么时候买进的话 我就没有特别 跟大家做相关的说明 因为毕竟这真的是 我们的会员的权益了 就像我最近说的嘛 我们带着我们的会员 会进场一档新的车用股 然后这档车用股的话 是那个一样是看大做小 因为它有很棒的富爸爸 那另外的话呢 这档个股的话 也是我们看好的 第四季的投信的热氧的个股 会去做账题材的股票 然后呢这档公司 这档个股的话 其实我讲了好多天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 我就不遮牌给大家 因为不要做任何的动作 它今天也占上了季线 大盘耶 你看喔 大盘还没有占上季线 它已经先占上季线了 所以这种股票的话 其实就会变成是说 人家就是对的股票啊 那个前一阵子就被砍得莫名其妙啊 然后现在这件事情 那个买盘就进来了啊 可是我不会买大支的啊 我就买因为大支 而受惠的小支的股票啊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目前 正在掌握的方向 所以再次重申 今天晚上的肺德日决议会议 三马 鹰派 后续之后 明年 应该说那个接下来的话 明天过后 它就是走一个做梦 跟作战行情要启动的台股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一样在做的事情 要是逢低 弯腰 减钻石 因为11月先卡位卡好 12月份全市场会帮我们来做做台教 所以以上分享给大家了 好 这个投信作战行情呢 随着时间进入11月份 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 这个引擎已经开始慢慢在加温了 那么大仁哥刚刚也提醒大家 11月14号 这个第三季财报正式公布完毕之后 哇 做梦行情也要跟着热起来了 所以邀请大家趁着现在呢 跟着大仁哥一起来 低档卡位布局 比如说我们最新帮大家筛选出来的 这一档车用的成长股 有富爸爸 而且已经领先站上季线了 想跟上大仁哥的操作脚步吗 赶快拨打我们的 080066 8085的针线电话 或者是直接加入大仁哥的Lite 8 私讯大仁哥 台北股市好多的针石 跟着大仁哥一起捡起来 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仁哥 摩尔透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仁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888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